如果當日看多 可以採取先買進後賣出的動作 買進當一投資不會標的 當日的話再把該投資不會標的賣出 如果當日看空 可以採取先賣出後買進的方式 所謂的避險的概念 就有點像是在買保險 有點像是意外險 歡迎收看期貨會客室 姊娟 我知道你有在投資市場裡面 沒錯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都坐在巨人的肩膀上 有哪一位大師是你特別欣賞 或是奉為閨孽的嗎 有 像是從原本五美元的身家 後來搬到破億身家的 華爾街團系的套牌手 傑西李弗某他就曾經說過 世界上沒有比虧錢更好的老師 當你學會怎麼做 才不會虧錢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在學習賺錢了 我就覺得這句話說得很不錯 沒錯 事實上李弗某是上個世紀初 非常知名的投資專家 他包括說像投資策略商品上面 為我們後世 包括說在股票投資 或是商品投資市場裡面 都開了一扇大窗 沒有錯 所以在期貨市場裡頭 學習擁有一個自己的交易策略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 兩位合法的期貨專家 謝一平先生還有何芷雲小姐 來教教我們交易策略 好 一開始先來問問一平 你覺得一個好的交易策略定義有些什麼 我想大家都想要找尋大賺小賠 穩定獲利的方法 對 而我認為完整的交易策略 要分為進場前以及進場後 兩個方向來做規劃 其一是風險管理 第二是分析判斷 為什麼風險管理擺在第一呢 而不是分析判斷 因為只要是交易就會有風險 尤其是像期貨這類型的交易工具 它具有槓桿的威力 所以往往交易者 他們想要利用這樣的交易工具 造就一夜致富 反而容易會變什麼 一夜跑路 所以我認為風險管理 比分析判斷來得更重要 所以我們來聊聊何謂風險管理 所謂的風險管理 就是指的是交易部位的風險控制 舉例來說 一般我們在進場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考量 一次可以持有多少的部位 所謂的風險管理 也就是與總資金的關係 對 因為市場上突發的狀況 以及未來的波動性 我們無法預測 也沒有辦法去掌握 所以我們只能藉由部位規模 來控制風險 而一般而言 我們會建議 風險控制 控制在0.5到2%之間 這是站在總資金的部分 舉例來說 假設我今天擁有100萬的資金 想要交易台子期貨 那麼部位風險控制在1% 也就是部位的資金 我只能接受1萬元的損失 那麼這個時候 如果我交易的是一口大台子 則1萬元只有50點 可是如果我是交易兩口大台子 那相對只有25點 沒錯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是交易1口小台子 則有200點的空間 沒錯 因為1口大台 是等於4口小台 換句話說 如果我的部位越是細分 那我的風險 就越容易得到控制 OK 那所謂的分析判斷呢 主要就是依照個人的研究習慣 從基本面 籌碼面 技術面 甚至是消息面 等等各個方向來判斷多空 對 那找尋適合進場的時機 那剛剛所講的都是進場前 那我們現在來談談進場後 進場後 我覺得一樣分為兩點 其一是嚴格執行風險報酬比例原則 以及搭配順勢交易 那第二呢 就是要做交易紀錄 那所謂的風險報酬比例原則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假設我們的虧損是設為1萬元 那獲利我就至少要是到1.5到3萬元以上 1比1.5到3 對 那我們設定好所謂的停損以及獲利 那進場的時候 打到停損我們就出場 那方向做對了 我們則是藉由移動停力 甚至做到順勢的加碼動作 對 然後直到整個趨勢波段結束之後呢 我們再解碼出場 那如果長期執行這樣的做法及理念呢 我相信穩定獲利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如同我剛才所說的 最後我們是做交易紀錄 那所謂的交易紀錄呢 主要就是心態上的調整 因為當交易者虧損的時候 心態容易煩躁 容易想要把剛剛所賺 虧損的地方賺回來 那這個時候呢 反而會陷入不必要的虧損 更大的虧損 可是呢 如果獲利的時候 反而是容易變成什麼 容易變成貪心的欲望 蒙蔽了理智 所以這個時候更是要謹慎記錄 OK 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一位投資前輩曾經跟我說過 賺錢總在進場前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進場之前呢 要有交易策略 還有一些風險管理的這個措施 好 那我們講到這個 這個交易策略方面來說的話 我知道 期貨交易方面來說 有包括說像 價差交易啦 或是套利啦 當充啦 還有避險等等 那我們想問一下子余 就是說 以價差交易的方式來說 什麼是它的使用時間 還有它的定義是什麼 所謂的價差交易是 交易人針對相同或相似性高的商品 同時進行買進和賣出的動作 藉由價差的擴大或縮小賺取利潤 常見的價差交易種類有兩種 第一種是同商品的價差交易為 買進台子期12月份合約 同時再賣出台子期3月份合約 第二種的價差交易方式是 不同商品的價差交易 買進台子期12月份合約 同時再賣出 付台期12月份合約 很多人不知道 使用的時機是什麼 使用的時機的話 是當指數型期貨商品的價格走勢 出現偏離常軌差異時 注意事項的話有兩點 第一點的話是 當進行近遠月份期貨加差交易 需留意遠月份的期貨 流動性是否充足 第二的話是 當進行相似性高 不同商品標的物的指數型期貨 進行加差交易 需留意不同商品的指數型 標的期貨的成分股 是並不完全相同的 是的 如果進場後 某些類股出現補漲行情 或是某些緊橫大型股出現 助漲行情時 則容易會出現偏誤現象 有時候這個偏誤現象 會把價差利潤給吃掉 所以適當的停損是必要的 是 所以剛剛聽芷芸剛剛講解之後 其實價差聽起來還蠻入門的 而且還蠻好理解 因為你解釋得非常好 對 不過我好像接著來問問一平時 其實我好像在日常生活中 比較常聽到人家講的是套利交易 也就是譬如說像是台積電的現貨的股票 跟期貨價中間有一些利潤或是價差出現的時候 就會有人在做套利交易 但也聽說這是一個風險比較少的交易方式 你認同這件事情嗎 套利是什麼呢 我蠻認同的 所謂的套利通常是指的是同一種商品 在不同的市場上擁有兩個價格的情況下 交易人買進較低的價格 然後賣出較高的價格 來賺取中間的利潤 若在正確的策略情況下 且穩定的收益 那麼相對的風險是比較小的 常見的套利交易總類有 第一個股票期貨以及標的證券 那第二個是小型股票期貨 以及標準型的股票期貨契約 第三個是股票期貨與同標的可轉載 那針對第一種股票期貨及標的證券 我來做個簡單的說明 舉例來說 A股票現在的價格是100元 那A股票期貨是105元 那兩者相加的交易成本是2元 這個時候只要交易人買進A股票 然後賣出A股票期貨 對 把兩者的價錢對鎖 鎖定 那由於期貨的價格到期的時候 會跟股票是一致的 對 所以這個時候不論市場上的行情是上漲 還是下跌 交易者他都可以保留 都有這三塊錢的利潤 沒有錯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什麼時候有機會產生這樣子的利潤呢 當上市櫃公司需要現金增資的時候 首先我們就先找找看哪些上市櫃公司 擁有股票期貨的標的 對 然後一般而言 當上市櫃公司他們需要現金增資的時候 通常會給一般的大眾 或者是特定的投資人參與認購的機會 對 那往往為了提高這個認購的意願 通常會把新股的發行價格 比較低 對沒錯就是比較低於現場的發行價格 然後我們就會去抽股票 對 沒錯 對就是這樣子 那當下只要交易人他確定擁有新股的權利的時候 馬上放空股票期貨 把兩者的價格對鎖 鎖住 這樣子就有獲利了 對 那我們可以舉例來說 就是好比說 2019年10月的時候 2882的國泰金 對 那時候宣布現金增資議案 對然後 我記得那時候的價格 新股發行價 股票的部分它是發行6.06億股 那價格是在35元 然後當下國泰金的收盤價是40億元 所以會有6塊錢的價差 這個時候我們只要確認 我們擁有新股的時候 放空國泰金的股票期貨 這時候就可以把兩者的價差對鎖 創造出還不錯的利潤 大概是這樣子 注意的事項有四個 第一是期貨每日都有結算價的問題 那第二呢是到期日 第三個是流動性風險 然後第四個是交易成本 那針對第一個呢 每日都有交易結算價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補足到原始保證金 因為畢竟我們剛剛有說 同一種商品 然後卻在不同的市場 那股票期貨呢 它算是期貨的一種 所以它會有原始保證金 以及維持保證金的問題 那當股票上漲的時候 股票期貨是下跌的 所以有可能會面臨到虧損的部位 那當一旦打到維持保證金的時候 我們就要補足到原始保證金 期貨到期日呢 也就是結算日 同一時間呢 期限貨必須 同時平倉獲利出場 對 如果是先把股票賣掉 或者是先 將股票期貨平倉獲利出場的話 是 相對的套利交易這一塊 就會 風險會提高許多 是 我們在知道這個所謂 價差交易 還有這個套利的交易之後 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當沖交易 我覺得我們請子雲來分享 這個所謂的 當沖的這個交易策略 所謂的當沖交易是 於同一個交易 於同一個賬戶內 針對同一檔標的 完成買進和賣出的動作 前買賣數量相同 由於當天內就會把部位給沖消掉 此稱作為當沖交易 如果當日看多 可以採取先買進後賣出的動作 買進單一投資部位標的 當日的話再把該投資部位標的賣出 如果當日看空 可以採取先賣出後買進的方式 賣出單一投資部位標的 同日的話再買進回補該投資部位標的 我們來舉出實意的部分 王香妹的話在2020年12月8號 看多台積電股票起貨 以開盤價514元敲單買進 同日的話 五盤的話再以525元賣出 在不計稅付和手續費成本之下 可以賺取11塊的價差利潤 此稱作為看多的當沖交易 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要注意事項的話有三點 如果簽署當沖交易的話 需要一定的資格 看護滿三個月 請貨一年內要交易十筆以上 並簽署風險預告書 經期貨商審核認可過後 才能使用當沖交易 第二點 交易人具備當沖交易資格者 需要委託當沖保證減慢功能 需要在下單夾勾選當沖這個選項 才能使用當沖保證減慢功能 國內期貨部位的話 需要在一般盤交易時段的收盤前15分鐘平倉 以台子期交易時段為例 下午1點45分為收盤時間 必須要在下午1點半之前自行平倉 否則期貨商將代為平倉 最後一點 如果市場上發生流動性風險不足 或是不可抗力之因素下 部位會完成充銷者 家人需要在各家期貨商規定時間補足至原始保證金 否則隔日的話 期貨商執行代從銷作業 沒有錯 其實當沖好像真的是最近大家很喜歡交易的方式 因為不想要留部位在手上 因為可能會有一下就有國際間的風吹草動等等 可是接下來講完了當沖 換你了一瓶 我們期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避險 因為回歸到一開始期或一開始去就是一個避險的功能 那你覺得避險交易有沒有什麼策略或是想法跟大家分享 所謂的避險的概念就有點像是在買保險 有點像是意外險 那我們大家都不希望意外發生 可是誰也沒有辦法保證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當我們擁有保險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慶幸 為什麼?因為可以跟保險公司申請適當的理賠金 來減輕財務的負擔 那麼期限或市場上 期貨跟選擇權也是避險的交易工具 那運用的方式有所不一樣 舉例來說 假設我今天擁有台積電10張的股票 那我答案長期持有它 但是這個時候呢 有可能市場上的震盪 或者是當下有利空消息 衝擊到當下的股價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使用台積電的股票期貨 來做放空的動作 來保護避險的概念 那一張股票期貨等於是兩張台積電的現貨 所以呢如果我要做到完全避險的話 我需要放空五口台積電的股票期貨 但是這個時候呢 有可能我就會上市了 股票期貨上漲的利益空間 所以我們必須要考量 當下股票期貨的持有部位是要增加還是避減 股票期貨呢 講起來避險好像很簡單 事實上還是要注意一些事項的 第一個可能就是必須要注意股票 以及股票期貨的價差是否合理 如果股票期貨低於股票太多的話 可能就會先損失掉價差這個部分 那第二呢是流動性風險 畢竟我們要先考量到股票期貨的口數以及交易量 是不是滿足我當下要避險的部位 那第三個呢就是 假設風險長期存在的話 就要考量到換倉 那換倉可能就有換倉的成本 大概是這樣子 沒錯真的是公欲善其事必先禮其期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跟我們分享四種交易策略 而在了解完了交易策略之後 如果實際下場到底自己賺了多少錢 或是賠了多少錢 下一節節目當中 我們要教大家 期貨交易的損益計算方式 請持續鎖定期貨會客室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